27位長者演藝懺悔果報帳 致辰發怨 從手語動作到表情 虔誠心念令人動容 他們平均年齡70歲 歲數加起來將近2000歲 在台下看人家表演 我想像我今天可以在台上 讓人家看 很開心 好像有成就感 大家都比得很開心 多年來 在志工深入社區 推動長者速食共餐 有了好默契 今年歲末祝福 他們成了主角 原山里長夫人也加入其中 在要進去的時候 大家就有一點緊張 但是我們都練觀世音菩薩 然後讓我們安住心 同時在場外 還安排了體驗活動 讓世界兩喜來 透過遊戲設計 讓參與的民眾 對詞役人文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有應景的年節活動 寫春蓮 抽好畫最受大家的歡迎 心裡要存著感恩的心 喜歡的去結緣 給他們貼在家的門口 讓大家都很關心 用抽籤的方式 又結合我們的民俗 然後讓會眾他們透過這樣子 來瞭解我們的禁師法語 熱鬧又有趣 每個人都帶回滿滿的正能量 每次來參加都會覺得非常的高興 也希望能夠把這個正向的能量 把它帶回去學校當中 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要心存善念 那個要服務大眾 然後讓社會充滿了正能量 兩天的歲末祝福活動 職工處處都用心 也處處都有歡喜心 戴愛新聞知識美職工 台北綜合報導